去備EMU900列車配上紅色標語 宛如長輩風賀年圖 搭上新系謎體 寫上祝福標語 台鐵立刻被酸 這就是台鐵美學 不知道無心還是有意引起話題 台鐵臉書立刻吸引近萬名網友按讚 隔了一天再換上兔子拔蘿蔔的精美賀圖 網友很酸的說 難不成是美學也誤點 同樣被拿來比較的還有台灣高鐵 一抵達高鐵站內就能感受春節氣氛 迎接大年初一高鐵車站也換上了喜氣的兔年新裝 可以看到柱子上寫著玉兔月福道站 有兩隻小兔子要一起應景陪你過好年 很棒啊 還滿有過年氣氛的 就連航空公司也有時尚賀卡 把機艙變身成兔寶寶迎接旅客 至於中游是將兔耳朵放在奎某年上 製作創意動畫 另外公家機關看看台電網站上 祝賀福吐賀歲標語莫名出現兩個人 不好 最好不要人頭啊 好像沒什麼意思吧 沒什麼代表性 台電代理董事長跟總經理出現在賀歲圖中 或許想呈現公司給予員工的祝福 但看在老百姓眼裡卻是多餘 連接賀卡怎麼利用創意吸引目光 呈現特色也是一門學問 正新聞劉派廷 陳志豐採訪報導 立刻下載靜新聞APP 一手掌握新聞時事 盡善盡美 盡好新聞